食道癌的治疗分的内科治疗外科治疗 根据食道癌的分期不同 治疗效果也是有区别的 对于早期甚至或者说中早期的食道癌患者 都是提倡早期手术的 中晚期或者是晚期食道癌的治疗 都只能是尽可能的清除肿瘤的基础上 尽可能延长生命的一个情况 早期的食道癌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 比较成熟的手术方式 对于早期的食道癌 一期的食道癌 五年生存率治好的概率能够达到90%以上 近些年也有一些报道 说对于早期的食道癌 就是不做手术用放疗 也有很高的一个远期生存率 当然对于中期或者晚期的食道癌 治疗效果怎么样 是因人而异的 因人而异的 就是对于晚期来说 有的也有病人 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 积极的配合 能够延长生命 甚至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 治愈的效果 所以说对于这个食道癌来说 都是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期 都是存在治愈的可能性的 所以还是建议患者朋友们 相信科学 尽量配合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